大家好,我是素素 大家好,我是海燕 欢迎收看 飞越世界,GO! 咳咳咳 谁啊? 我是素 你吃素,跟我有关系吗? 不是啦,我是素素啦 原来你叫素素,不好意思 素素,请进 好冷吧 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花? 好多好多的雪花 好了,我们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什么?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一些礼貌的用语 请大家来看黑板的内容 请看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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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三年级 好,我们都了解里面的内容了 现在我们要学里面的生字 好,那第三词呢 找 gì,爱好 找 gì 第二词 请进 请进 好,第三词 ngoan 那就是,如果念几年级 要怎么问呢 好,三年级 love ba 那这个,语文怎么说呢 该 好,现在我们文化的内容也已经解释好了 然后,单字也已经教大家了 那大家要多多练习 好,大家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单元 海燕,当有人来家里 我们会用哪些用语呢 当然首先要说请进 再来就是请坐,请喝茶 大概就是这些吧 嗯,讲到这个 我想到以前我们妈小时候教我一首歌 嗯,你可以唱给大家听吗? 好啊,要听啊 好 一杯开始 客人来看爸爸 爸爸不在家 我请客人先坐下 再敬一杯茶 哇,你好乖呀 不是,那个是我妈妈教我 我们要礼貌 嗯,那么如果是要表示 客人来家里的时候要表示礼貌的话 首先要说请进 那么,语文要怎么讲呢? 没, vow 没, vow 对,请进 好,给客人进了家门了 进了家里 然后要 这样要做,怎么讲? 嗯,那我们就是要说 没, ngoi 对,没, ngoi 可是呢,譬如同辈 我朋友来我们家 然后我们要用那么客气的语言吗? 呃,我们也可以用比较轻松 比较清洁一点 就是,类似是中文 就是做吧 嗯 嗯,那 那,越文要怎么讲呢? ngoi li ngoi li 对 好,已经坐舍来了 我们要请着喝茶 是啊,因为在越南文化 就是喝茶是一种 就是招待,借待客人是 一个很悠久的传统 对,也是表示很有礼貌 是的,那么请喝茶 为了喝茶,越文要怎么说? mei, ngoong za mei, ngoong za mei就是请, woong,喝, jika 就是茶 嗯,可是也有一个 用法,不一样的 就是 mei, union, jika 其实听起来也蛮类似的 只有中间一个字就是不一样的 是喝 然后换成 就是用 其实意思是都是一样 对 然后相当谈我讲的朋友 就不用那么客气 就怎么讲 那么我们可以说 喝 吃 米 对 喝 米 喝 茶吧 然后叫人家不要那么客气 像我们来家里 我来你家 你就讲不用客气 就当你的家一样了 好 那我们就说 哥德宁 女儿娘 哥德宁 就是 尽管自然 女儿娘 像自己的家 那以后我来你家 我就 哥德宁 女儿娘 对 我们要哥德宁 这样才好吧 好 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第三个单元 欢迎大家回到第三单元 好 快要下课咯 对啊 很开心咯 可是下课之前我们要复习 好 那请收拾来 好 那请收拾来 对 您 好 欢迎大家 好 欢迎大家 这帮我买到家 那以后 好 请进来 好 你好 欢迎来 好 欢迎大家 好 欢迎大家 好 你好 欢迎大家 好 欢迎大家 好 你好 欢迎大家 好 你好 你好 那有几个单字我们要复习一下吧 好 请进怎么讲 请坐 请喝茶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复习好 配话内容然后单字 那可以下课了吧 好那有任何问题 请写一秒给我们 对一秒在这里 那现在跟大家说声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